西方艺术风格第22奖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第三部分 盛级的建筑与雕刻 这一奖我们将介绍建筑家 布拉曼铁、米开兰基罗 他也是雕刻家 还有帕拉迪欧 15世纪末 佛罗伦斯犹以政局的变化 局势转为不安 因此艺术家就前往中部的 罗马和东北部的威尼斯 使这两个城市在16世纪 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盛起的艺术中心 这个时候的艺术家 开始重新检讨自己与古典之间的关联 放弃过去对于形体的单纯分析方法 改以从世界宏观的角度出发 以行动具体展现更高层次的理念 比较之下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艺术家 在建筑方面以持续古代风格为主 在绘画以雕刻方面 则努力将自然真实地描绘出来 但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盛起的艺术家 则清楚了解自己的天赋 于是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 与性格特点 创造出能够 其家甚至超越初期注重自然的艺术世界 他们卓越的成绩与自觉的艺术 大幅度地改变了人们以往对艺术家的观点 换句话说 从15世纪以来 还未脱离工匠身份的画家 雕刻家和建筑家 在这个时期移耀而成为众手功能的艺术家 连教坊与皇帝等最高权力者 也对他们尊敬被制 谈到意大利文艺复兴盛起的建筑 最重要的建筑是包括布拉曼铁 尼凯兰基罗 布拉迪欧 尤其是尼凯兰基罗 还是一位伟大的雕刻家与画家 在意大利高度文艺复兴 持其重要的建筑师当中 布拉曼铁算是相当特殊的一位 他本来是个画家 不过后来他却放弃了作画 而成为当代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师 他的代表作是位于 罗马的蒙托利欧圣彼得修道院的小教堂 部分的新圣彼得大教堂 以及范蒂冈的圣彼得广场 圣彼得修道院的小教堂 完成于1508年 相传是圣彼得 便定死于十字架之处 他是一座 意大利高度文艺复兴时期 标准圆形之圆顶宗教建筑 他独立坐落在修道院的庭院当中 外观上 这座建筑刻意模仿 古罗马的造神庙 一层层阶梯上升到一个圆形基座 他的形式是一个由多利克列柱围绕的古形环 以一圈篮杆四边古形环上面 灌了一个圆顶 小教堂的比例非常和谐 增一分则太多 减一分则太少 然而布拉曼铁了不起的地方 就在于他原始的设计概念 其实极具弹性 所以这栋建筑在全球各地被成功的复制 包括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 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的圆顶 巴黎的圣真尼 维也福教堂 甚至还有华盛顿的国会大厦 这张图就是相传圣彼得被钉死于十字架之处的小教堂 除了教堂之外 布拉曼铁也曾设计过载地 可惜目前已经不存在 只能从原设计图中见到 虽然如此 他于1509年所设计的拉斐尔之屋 仍然可以算是十六世纪最重要而且最有影响力之一的都市住宅建筑 这时期最著名的建筑工程应当是重建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原来的教堂是建于第四世纪 到了1505年 教宗朱利士二世认为原来 巴西利卡式的旧圣彼得教堂已经太老旧了 于是决定将原教堂重建成一座伟大的建筑 并且其忘史教皇的罗马胜过于当年凯撒之罗马 这张就是布拉曼铁首设计的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平面图 新的圣彼得大教堂最先是尾由布拉曼铁设计 但是他却在受委托工作之后不久 就在1514年过世了 在他有生之年 教堂只建了一些柱子和墙壁 但他在事后接二连山换了好几位建筑师 最后由教宗保罗三世于1546年 任命尼开兰基罗接续设计工作 文艺复兴的巨匠 尼开兰基罗不仅是一位画家 也是一位雕刻家 但是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说 尼开兰基罗更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 他从小就展露了才华 在诸多艺术之中特别喜爱雕刻 他一直以雕刻家自居 尼开兰基罗的建筑完全是自学而来 虽然连他自己都不认为他是一位建筑师 但他所完成的建筑作品 仍然使其可以 挤身以文艺复兴伟大建筑师之列 尼开兰基罗很善意运用各种元素 将一个室内空间雕刻成 如他的雕像或绘画般互有张力 他在建筑雕刻和绘画三者上之风格是一致的 这种一致性是来自于他对人体的认识和了解 就如同他曾说建筑结构的元素 必须要遵循人体的结构法则 如果此人不是人体构造的大师 他绝对不会了解建筑的原则 他的灵感可以说是来自于人的灵魂及人体美 16世纪以后 角色主义之风格已经开始展落 在米开兰基罗的作品当中 静态的平衡逐渐被各种夸张的表现手取代 因此在建筑之中 米开兰基罗也表现出一如雕刻中的历感 米开兰基罗的代表建筑作品 包括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宫顶 波罗伦斯的麦迪奇尔罗伦走图书馆 以及罗马的康比托利欧广场 那我们看连续三张图 这张就是在圣彼得大教堂上的圆顶 位于万地纲 米开兰完成了这个圆顶的模型 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这就是位于佛罗伦斯的 麦迪奇罗伦走图书馆的阶梯 罗伦走图书馆的前钉 表现出很强的空间整体性 这是最早发挥室内台阶的 雕塑性装饰效果的建筑之一 这就是位于罗马的康比托利欧广场 康比托利欧广场 在罗马行政中心的卡比托山 山上呈对称的梯形 前沿完全敞开 以大坡道登山 这种形式是独创的 米开兰基罗也是一位很伟大的雕刻家 他在从事人像雕刻时 是从各个具有含义的角度去 捕捉人体多量的知识 这种创作观念对于后世的艺术家 有相当深的影响 他认为雕刻就是像雕像 从石头这物质牢狱中解放出来 因此被认为是将肉体视为灵魂的牢狱 也就是反映了首位新柏拉图主义思想 因此他的作品气势雄壮宏伟充满了生命力 米开兰基罗一生创作了许多装饰林木的雕刻和壁画 譬如像垂死的奴隶辨识这个 与林木有关的作品 还有摩西像 其他作品还有圣商 以及麦迪奇家族的墓碑上的夜皱成婚等雕像 米开兰基罗相信 美丽的人像不只是表达观念和引起感动 而因是视觉艺术中唯一能够表现真实的主题 现在陈列于佛罗伦斯学院一郎的作品 大卫就是在这朝气蓬勃的力量下呈现最具体的真实 我们看这就是大卫像 这个非常高有两个人的身体以上的高度 米开兰基罗在艺术创作中请注意自己的思想 同时也在寻找这理想 创造一系列如巨人班 体格雄伟 坚强勇猛的英雄形象 大卫就是这种思想最杰出的代表 哈拉迪欧是文艺复兴接近晚期 在威尼斯最重要的一位建筑师 1570年发表一对西方建筑发展影响声援的建筑诗书 在这本著作中 他收录了各种古典著式 其中有许多样式式取材自古典罗马 书中他也包括自己的作品的平面图 立面图与剖面图 并富有尺寸与说明 在实际建筑方面 帕拉迪欧将古典神庙之门面与教堂之圆顶应用于一般建筑上成为一种帕拉迪欧风格 这种风格不只局限于意大利甚至远播到英国和北美地区 至今在这些地区仍可看到许多这种风格的建筑 帕拉迪欧的作品大多集中于威尼斯的维钦茶附近 其中最著名的乃是其根据文艺复兴重视比例的原则所设计的别墅与教堂 虽然帕拉迪欧的建筑看似相当简单 但绝对不是简化到只有门囊加上巨大古典柱的应用而已 他十分巧妙的将建筑的机能限于美学融合而为一体的 这就是帕拉迪欧所设计的圣乔治教堂位于威尼斯 他的门面就是有具有古典注释的这个门面 圣乔治教堂所处的小岛与圣马可广场临海一边的广场 隔水相望 这里的教堂和修道院均修建于1559年到1580年之间 大灾圣乔治教堂代表着普拉迪欧的最高建筑成就 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里为止 将进入下一讲 第23讲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第四部分 圣奇的绘画 谢谢